哈囉大家好我是雪花好久不見到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再來我們的女武神之歌 沒錯我們之前那個竟然已經破了一萬觀看了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換個方式來玩這個遊戲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直到我覺得看起來不行的話我們再換下一款 我們今天就再來給他30分鐘 從上一次的到現在我們這一次30分鐘可以到哪裡了 我們那個時候抽到了兩張網卡嘛對不對 其實老實說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拿來用它 一張是死靈一張是叫做 欸等一下我的死靈卡我剛剛媽拿出來了 我的死靈卡先給他放回去 然後一張是我們的月夜帽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摸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來走一下吧 我之前有聽到觀眾有說他們的狀況是很像抽到卡的機率算有高 那我們現在幹嘛 如果死靈拿掉的話DPS提高15持續7秒鐘同時命中提高7% 我這邊是不是要拿過來一下 這個就等於是我一直放在場上了是不是 喔他等於是不用拿到這5張卡耶 所以這被動這麼香喔 卡片數值對高提高2點 所以這邊就12點耶 哇靠直接水費多2點真的假的 月夜帽這麼好用嗎 我還沒講完他就結束了好那我們直接先去走任務吧 而且我們好像還沒有走到那個卡片強化的地方 反正我們就繼續跟著任務走一下看一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總覺得我要照著一個自己的步調我們不能再追隨著潮流 我們自己就要當一個潮流 只不過不知道這個潮流有辦法贏 有辦法沒有辦法下去 沒關係我們就再繼續看下去看一下第二集30分鐘我們可以給他到哪裡 然後對啊其實說到底我到現在還沒有去解他美日啊什麼的也都還不熟 然後過了這幾天很像也還沒有給我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那光怎麼出現了別傻了這叫傳送點什麼時候傳送點打這個樣子 公車站他怎麼講公車站 好懷念的頭喔我以前都是用這個頭耶懶得去懸 而且真的是無法跳過耶真的假的好吧好吧 先貼地為什麼要讓自己受傷了冷焰五基村 冷焰五基村遭到埋伏攻擊冷焰五基攻擊你不是是哥布林 哥布林沒錯發生什麼事了告訴我說的細節從他先早上說起 真的是全部說任務開始特別張點特別吸引我的注意 簡單就是妹子嘛對不對 聽的老人喔靠北是老人 當時我怎麼會這麼想到的結果那個老人竟然是 都得利艾爾貝塔惡名昭彰的大騙子然後呢你有沒有要去抓他 不是那個工作室徵求能夠認證他真實身份的東西 他想要確保是他畢竟已經過了很久 總而言之呢我確認那老人住處帳篷四處查探 這樣沒問題嗎帳篷也沒有人嗎讓我說完 走到一個可疑的信封裡面就是江 江什麼江欸我想要跳啦欸 我哥不能跳嗎不行這已經三倍數了 手動自動OK我已經很認真沒問題的格愛興奮 而且能彥5G怎麼了我也不確定 哥布林來到能彥5G村這很明顯啊 這個故事我看過 你就是什麼朋友會沒事嗎 你說飛歐莉亞嗎他比外表看起來強多了 我相信他沒事更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好有這個消息傳出去 你可以代替我們前往冒險家大廳上報正義上來 正你們所見我現在狀態稱不上是太好有嗎 所以他現在是傷痕累累的意思就對了 我們要拿你一半獎懂了嗎 一半別忘了我們還幫你好吧 很快果然就是不能免費幫人 多少你幫人的話都要有一點 不然的話會被當爛好人 我們這正要跟大家講好了 這本來就是要的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免費幫人呢 除非真的是看情況 好看情況 找尋找飛歐莉亞點擊 那我們現在幹嘛 順便看一下 經過這幾天之後有給我什麼東西嗎 我們的信箱沒有什麼都沒有 商店每日商店有給我一個寶箱 給我10點鑽石而已 然後給我25點鑽石而已 每月的話還沒這個月還沒過去 每日福利的話這邊就還沒有啦 來吧我們就繼續下去吧 活動的話是 唉唷 唉唷 對耶我到現在沒用過土人耶 土人兌換券還沒拿到 再來是簽到獎勵 簽到的話會給我抽卡兌換券 等一下我們之後有空的話再回去抽一下 我們就直接先造的任務走吧 看一下為什麼 這個任務無法自由 好吧 應該看得很明顯啦 就是那個 你一定要走路回幾分嗎 為什麼不用卡布達服務 我們可以使用返回功能 欸走不早說 那我如果繼續給小布走 好不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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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欸早說嘛 你就直接幫我回去就好了啊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呢 有點麻煩 可是這很單機 這真的有點單機 以這樣子玩法的話 那我要怎麼回去 卡布達 等一下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直接傳送到商店喔 這也太那個了吧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附近 感覺不需要啊 我直接點卡布達出來就好了 如果隔壁的月卡還是這樣子就好了 那我們直接先去抽卡吧 你都在旁邊了 還不抽 所以應該平常不能抽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抽一次抽五次要五百耶 那我們就走吧 換一下 我們還可以再抽三次 先把它抽完再說 看有沒有機會再神 再讓我賽出一張 你看有人說 只要會出網卡的話 上面會有什麼東西就對了 好跳過召喚動畫 有沒有機會 沒有 不過這是銀卡很像還不錯 中型目標提高 3% 我剛剛看能33% 如果33%的話應該就很香 好啦好啦 我們就給它抽完吧 不抽完感覺很痛苦 你知道嗎 至少可以抽三抽 好跳過 有沒有機會 螃蟹 唉沒有那個機會了啦 沒有這麼香了啦 如果這樣還能再中一張網卡 真的太扯了 而且被動我還沒塞滿耶 感覺被動一下也蠻重要的 小野豬 小野豬的能力是 這個是直接丟上去的 對 這樣我們抽到重複的 應該是可以強化 沒有錯 等一下再看一下 好走吧 跳過動畫 有沒有機會再一張網卡 沒有 不過飛龍 飛龍感覺是金卡 所有同伴的暴擊提高1.5% 同時暴傷提高71% 這個應該是放置型的吧 那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機率 剛剛看到金卡的話 飛龍 0.45% 其實還不錯 差一點點就可以0.25%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走吧 使用卡普拉 我不是用了嗎 我一定要這樣子就對了啦 好吧 一定要這樣子 我其實不知道11天過後這個遊戲已經玩到哪個地步了 我現在應該是非常非常初期吧 可是看這個情況這裡的人還蠻多還是有人耶 其實不知道怎麼看到這種畫面在手機上面會在模擬機上面 我現在把它當成手機啊 對還蠻感動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他們帶打過來了嗎 嗯確實他但都找不到他的效果 非常好 其實我已經沒有在看劇情了 這是你的報酬 啊剛剛那一位 貌人家大丁第一次來 是的 沒想到我以為你有很輕有經驗的騎士 這個Rooting有的地方 我還在休息在這裡 其他貌人家 我可不會 他這裡都不能跳過耶 他現在很認真在教我耶 之前還都可以跳耶 有沒有終於的冒險 這個是該不會 啊 每日任務了啦 原來我那時候都還沒解到這裡 我們可以跳過了 正要離開時又見到克弟弟 走吧 這是要打架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打到八等 現在好像不用做任何動作 喔 什麼意思 喔 竟然是體驗英雄了 招募英雄交給我老大 所以我可以幹嘛 攻擊水屬性的傷害 攻擊水屬性的傷害 ATK 讓前方點到水屬性的傷害 投資短鍵到水屬性的傷害 降低其恢復量 體驗英雄 他自己會動 沒有我還是要動一下 啊不就一樣 其實說到底 我們主要是卡片嘛 英雄有點自走棋啦 啊對啦對啦 這比較自走棋的感覺 我今天結束好了 他感覺好像也沒什麼能力 他的技能會自己去釋放 然後就這樣 好走走走走 精彩的戰鬥 看來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畫面要換一下 你資格夠前往瓦爾哈拉 這什麼東西 欸 喔喔喔 這應該是召喚英雄的地方吧 所以我們這一次 上次是卡片 這一次是英雄招募克蒂蒂 招募 有了 這等於是送的 只有一次購買 買入要一千鑽石 看一下多少錢 欸他沒有血 等一下 這可以買嗎 啊不行 商城點數不足 他沒有說什麼點數買 對啊 好啦沒關係 我們就走吧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角色了 這個區域無法自由移動 離開冒險家大廳 這個叫BOSS傳送 等一下 這感覺是美麗的地方 我們先拘捷任務 等一下再來 我們走吧 這麼敢相信 我們得一路走回去那裡 他剛剛那個動作 他剛剛是彎腰的動作 他把它變成叹息的動作 欸這個還不錯 那倒不用 什麼 我們不是要回冷焰無精速嗎 不是我們不需要走的回去 有更方法 為什麼要走路 方便 怎麼說 我們可以用卡普拉傳送服務 忘了登記傳送點 哦 我可以 那個等於是原本的祭司 可以記錄的地方變成我們 只要碰一下 記錄那個登記點 卡普拉中心就可以傳出去 無定在哪裡都可以 如果現實這樣的話 房價就可以很便宜了 我覺得 而且 而是 這是所有冒險者 都會使用的卡普拉服務的原因 我們就走吧 換句話說 卡普拉就像是壟斷了 整個RO世界的瞬間移動 這個技術的公司 對不對 哎呀真棒 你看果然公司大 他就可以請得起這種妹子 歡迎 我們要幹嘛 直接傳送 哦 看不是很懂 他這個 嗯 好 走吧 他那個有點小 有點小有點小 之前看到應該就這一隻吧 西諾 那我們就走吧 他還沒教我抽卡 我們可以繼續走 他等一下應該就會教我抽卡 應該就會教我抽卡 我們隨時都可以叫卡普拉 可以耶 隨時卡普拉都可以回來 然後又可以回到冒險家大廳耶 真的假的 那我先去 這隻怪物耶 看一下 他其實這個速度真的還蠻快的 如果再放死靈 讓我們的盜賊速度快一點點 有快嗎 好叮咚 然後毒蛇 沒有 盜賊職業 所以 啊 剛剛那個刺客也是盜賊職業嘛 所以我可以整團都是同樣職業 可是不知道可以幾個人 感覺是四個人 感覺可以四個人 可是我背後的卡片又是一個被動卡 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小小的 不要太大 超強圓月刀 圓月刀就是圓月刀 為什麼要寫超強 寫了就怪怪的 好 這邊又是一個任務點 我們直接先跳過好了 拿來 來拿書 藉此找出更多佩爾 示意的相關 我們的主角 正當因旅人症異常安靜 而心有懷疑時 費歐 歐菲莉亞出現了 並帶著他們前往他的住所 走吧 是不是 反正就跟著前面走就好了 然後他沒有發現我們 喔 這個 這個問號是什麼東西 直接遇到 他就會直接打 那我們就先開個死靈 然後開個紅蝙蝠魔法攻擊給你 然後這邊都是傷害 添播的話是什麼能力 HP補血10秒鐘 然後又加LUK幸運值 可是在2點而已 其實也還好 然後增加盜賊器職業的攻擊力125% 那就給你啦 然後紅蝙蝠的話 再給你增加持續4秒鐘 他可以連續疊加兩次嗎 感覺很像不會耶 然後這4秒鐘就結束了 就這樣 他的CD其實蠻短的 卡片感覺被動比較香耶 沒被動很像差蠻多的 好方便喔 這樣自己走路 很那個 那個小黑窗的感覺 怎麼這怎麼那麼慢 我又扯遠了 我回頭過來時 你已經不在哪裡了 麗娜 看一下找各位 把書本找出來 不過那本書已經被哥布林偷走了 歐菲利亞 要麗娜和佩爾去把哥布林書拿回來 他們兩人決定從附近開始收起 退貨服務 10等了 不知道現在幾等 那我們就直接走吧 魯恩書 他很像也沒有要教我了 該不會就一直逐線逐線逐線 解到不能再解的位置吧 這個是頭像 我以為給我什麼東西呢 魯恩書 還好都在這裡而已 所以這應該都是一個怪物點吧 這應該每一個每一個都是一隻怪物點 然後 其實等於是也就是掛機練功 其實我們都沒有掛機練功 是一路玩到底 所以其實我是不是可以換成一個模式 就是我未來 如果要玩這類型的遊戲 我發現有人看的話 我就是這樣子玩 然後我也不課金不幹嘛 我們就玩到這個遊戲的極限 這狀況很像還不錯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對這個遊戲 興趣是還行的 只不過我已經沒有那個時間在塞遊戲的話 我這樣子或許還可以 延續我的那個觀看 這個貓族怎麼會在這裡 貓族 我對貓族在來後真的不是很熟 你想起了什麼 不 但是 有些東西讓我覺得很熟悉 我真的不能一直跳 你能幫幫我嗎 這真的是主線任務耶 反正應該是拿東西吧 感覺很明顯 就是要去拿木材 我們設置木材營區 提供免費的休息 附近附加商品 該不會是 又是什麼東西要打開了吧 可以請你們找到木材嗎 它明明是撿東西走 會變成是碳氣的符號啦 我光是找睡覺過嗎 還沒有時間找這些木材 或我們可以一同找 這道簡單 把哥布林書偷走了 那我們走吧 冷豔五積村是長這個樣子嗎 這不是應該是克摩島嗎 感覺這個世界不是很熟耶 就感覺很熟悉但是又不太一樣 還是這裡不叫冷豔五積村 而且冷豔五積村全都被哥布林佔據了 是怎麼回事 這邊是無殘的是不是 我看到就是基本了 那我們什麼事都不用做吧 五個血 然後是防禦 然後死靈 沒有 難怪死靈是王卡 因為他很泛用啊 而且就算是法師也可以用 因為他攻擊還是有在攻擊 他還是有幫忙攻 而且他攻擊力也不低耶 只是我看不到一輪下來怪物打的攻擊 欸這什麼 該不會是新的任務了吧 這有個奇怪的東西 找到一本日記 他們倆決定找到日記中的奇怪球體 喔 反正就是任務 所以每一個都是一個任務耶 哇 這其實這個遊戲一開始也蠻乾的嘛 也蠻可怕的嘛 等一下到現在還不給我招募就對了 然後蒼蠅是攻擊力提高動物型 欸我剛剛可以用喔 這個 我們到現在都沒打王耶 Boss也都還沒有出現 死靈 巨石怪 反正有水費不用太浪費 其實我可以Auto 對 能Auto就好了 只是打王很像應該不行吧 剛剛那邊很像有Boss可以用 冒險者大廳 可是又好想要把他解完再說 說不定他會給我什麼東西 好啦Auto 先看一下吧 喔 這樣方便多了嘛 那這個Free又是什麼意思 Auto Free 這有差嗎 我也不能移動啊 好吧 算了 走吧 繼續 我們還沒有到任何木材的地方 其實看著他們練功這樣子有一點療癒 你知道嗎 以前都是用小黑窗嘛 現在只是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對 只是現在變成是看得到畫面 然後讓手機去玩遊戲 然後我們時不時尚來點一下 這木材也太難找了吧 太遠了吧 上面有怪 然後這個是剛剛的那個支線任務的地方 有了吧 有了吧 這應該就是木材了 所以該不會第一隻王也是哥布林手裡吧 第二隻 而且我總覺得這個盜賊的利會有點帥 男生反而比較 比較美 他放得很像有點爛耶 他的Auto 剛剛直接把巨石怪放在王 放在我的主角身上 而且只放一隻 他看了有點心技 這木材有點遠 認真 這真的都是任務嗎 好 又放死靈 他那個暈眩的印象好懷念 我不認為這附近有敵人 結束了 結束了 還是我們其實被曠點 這個沒有製作配方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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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技能那些我們都還沒了解 英雄也都還沒有抽耶 然後現在又過了 又要再過一個半小時 都還沒有教我抽英雄嗎 我覺得應該是在冒險者大廳那邊沒有錯 我們這個任務解完 就回去冒險者大廳那邊看一下 好 先跳過 拿回木材作為回報秘密場所 哥布林那邊放珍貴的物品 去那邊找書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過場的任務而已啦 好啦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去看冒險者大廳 感覺一定有東西 這應該也是一個角色 所以說我們可以 有了有了 對啦對啦 我想說跑太遠了 所以BOSS傳送可以幹嘛 我可以傳到這裡 這都可以傳嗎 我沒有開圖的地方也可以去嗎 可是這怪物等級那麼高耶 放大 不行啊 還是只有這裡可以 還是不給我傳 對啊 我們正經驗老道的停工服務 可以傳BOSS地點 外南全人只有擊敗該BOSS的人 喔 我們要先打敗BOSS才可以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看到 然後任務的話是 有什麼可以幫忙嗎 每日任務 喔 有了 一樣啦 查看24 這個就全部接受嘛 跟隔壁一模一樣嘛 裝備製作裝備一次 然後精煉裝備一次 然後卡片抽一次 哇 我剛剛已經先抽了 ZENI 兌換ZENI一次 那如果每日任務拿到可以幹嘛 然後社群活動的話是空白 應該就是活動 官方活動吧 然後是目光徽章 開始一個社群活動 還是什麼東西 目光徽章 啊 好吧 不夠 感覺社群活動會不會是 花錢的 就是你要用課金的角度 然後讓你等級更快 每日代幣 每日任務代幣以後交給冒險者大廳 然後可以獲得冒險者資證 簡單來說就是給你再抽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什麼 你想來一杯嗎 還是想要購買情報呢 購買情報 哇靠 五千塊 真的假的 好啦看一下 這個謠言你要聽聽看嗎 哇 哇當酒寶真好 你有聽過 勞盾盆地嗎 過勞盾盆地嗎 就是那邊很有名氣 下一個 隕石落在附近 隕石旁邊找某個東西 還沒確認真面目 就這樣 那就基本上就是花錢接任務 對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全接啊 對對對 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 很難得RO有這麼帥氣的角色 好走吧 帥氣的不是少年的角色 所以我現在這樣子解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抽卡 抽卡我也沒得抽了 這就是每日任務的地方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兌換真衣尼什麼意思 我要去哪裡兌換真衣尼 我的主選單 點錢也不能點 增加也不能增加 那我要去哪裡換真衣尼 好吧 沒關係 我們這邊就等於是繼續在走喔 因為他現在也都不給我抽啊 我想抽什麼都不能抽啊 隊伍 所以總共可以四個人一起 英雄的話也還沒到 所以我們這邊解完應該就有英雄了吧 那我們就直接走吧 回家 我們回到 我們只能返回城鎮喔 然後我要再走回去是不是 我是不是不應該回來的 好啦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走吧 來等等見等等見 加速一下 有了 我們就直接給他走到任務點 然後跳過鎮上 正在旅人鎮上睡覺 他跟 他跟莉娜佩爾吹噓自己的原因 突然現身一個一群哥布林嚇到 反正就是打架就對了 走吧 我發現這一次更新 這一次很像 我到不了英雄耶 我現在蠻想到的是英雄的部分 然後這應該是超級初心者吧 這應該是轉身過後的 而且這是 第二次轉身之後的 對不對 我記得 我記得轉身是不是可以轉兩次啊 在PV 在電腦的時候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給他把五張卡片給他放進來了 五張被動卡片 完了我現在已經沒有位子可以躲了耶 沒有一個地方我可以去的 他應該又要說話 來我們再跳過 擊敗哥布林之後 去浴室羞辱之後 為什麼 我剛剛是不是跳太快 沒關係 走吧 劇情我們就不看 前往 有了 中午要打BOSS了 所以我們打完BOSS 等一下用卡普拉那邊的大廳 應該就可以直接傳過來 所以英雄該不會他 我召喚到四隻才可以吧 有隻詭異的英雄 應該就是哥布林了吧 這個還能自動嗎 不是耶 這個BOSS怎麼是那個曼陀螺花 而且是另外一個顏色的 我覺得曼陀螺 基本是紅色 這個顏色是哪裡 我一點想不起來 反正是後來新的吧 就異色的 可是等級就很高很高 不是那個新手在打的 我記得初期我也是練他 在那個盆地 欸 波波又是你 波波在四人幫助下 九死一生 避開貪心的要求回報 要求回報的 莉娜移動至船殿 莉娜率領四個人進入船殿 走吧 這些人 這不是斐陽下面嗎 你應該過來看看這裡 這故事怎麼了 這個人又是 虎王有白色的嗎 我這隻完全不熟耶 這什麼東西 就是不斷健身的人 不太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情 好我們直接跳過 不小心看了一下 他們亞裔的 然後我以他們介紹土人商店 啊有了 就是這個啦 想說一直到不了這裡 一定有英雄嘛 不然的話到底在 都沒有東西可以抽 所以土人兌換券 該不會就是英雄了吧 有了有了 這個在幹嘛呢 土人抽獎 嗯希望你有好好保密 所以我們機率 哎有了有了有了 土人的意思就是他們不是 只是靈魂石而已 可是我看不到他們的能力啦 有點可惜 不然的話好想要全開喔 所以說 夢羅克抽獎 普隆德拉抽獎 幾分抽獎 可是我都在這裡抽啊 有什麼差別嗎 而且還會抽到垃圾耶 對不對 全部不一定是靈魂石耶 對不對 還會抽到 這個 可是感覺這樣不是 這很像更好對不對 這很像不是垃圾耶 好啦我們就抽 欸等一下先看其他地方好了 卡普拉點數 買入土人 武器靈魂交換券 這個點數又是哪裡 應該是抽卡會給你的吧 然後靈魂武器交換券的話 應該是 啊對了 剛剛那個東西可以換了 等於是專武對不對 我之前有聽觀眾有說 專武 我這邊都還沒到 然後再來是 次元硬幣兌換券 等一下你這個土人怎麼長這樣 幹不是吧 你這個土人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土人 等於是保底的吧 絕對讓你拿到的吧 絕對讓你拿到 絕對讓你拿到 冒險者背包 魔法防禦100 技能傷害8 然後這個叫什麼 閃避加4% 攻擊力加5% 還有能力嗎 沒有了 還有一個是沒有 還有他的重量 還有他的介紹 好啦我們就直接來抽吧 這個什麼 在幹嘛看我 請先去那邊抽獎 好啦該抽了 第一張應該就是保底送我們的吧 我們可以選耶 西諾選擇性抽獎 為什麼 拜訪普隆德拉厚 這個也沒開放 這個 好 那我們就走囉 我們這邊有說了 750抽可以抽10抽 所以一次75 這比那個卡片還貴 然後我們又有一張券 只能抽一次 那我們就來吧 有沒有機會 可是第一張應該都是大家一樣吧 請再稍等一下 好看一下 第一張 有沒有機會再歐一次 除了網卡以外 能不能歐出英雄 而且他沒有音樂 他在抽卡的時候音樂都沒有 有了有了有了 第一張應該是送了吧 對啦 主角 我們的主角 可以在馬 激發他的潛能 這該不會就是一命的意思吧 我們先解個任務 希望你好好保密 我們先解個任務 等一下再來 就像這樣 你可以獲得圖倫商店裡的各種物品 然後呢 剛剛那光是什麼 所以絕對抽到他嘛 剛剛看到戰裡有張臉 那是靈魂石 好我們這邊看一下 靈魂石 靈魂石我之前提到的副產品之一 只有在圖倫商店才能看到 那特別的獅童可以出 激發英雄的潛力 有了他會變得更加強大 來拿給我們來告訴你怎麼用 喔 終於要開始課金了是不是 要開始課了要開始課了 來 潛力決 哇哦 原來你這麼 當初在外面看到這個角色 完全不會覺得怎麼樣 哇哦這個立繪也太 哇哦 你有帶靈魂石嗎 你有帶靈魂石武器嗎 呃 潛力激發 潛力激發潛力 喔這個也太嚴重了吧 這個 這也差太多了吧 我們要抽到30張 還是他一次抽到數字不只是30張 啊靈魂石還有數量 對 哇這個潛力激發也太誇張了 只不過這個能力點得亂點 而且剛剛那個頭是怎麼回事 這個能力很亂點喔 非常的亂點喔 誰會這樣子點啊 電腦版誰會這樣子點 然後靈魂武器也是應該滿命的意思吧 所以說這個是可以直接用買的 好啦那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結束了還有又要劇情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有感受到自己變得更強嗎 呃 有嗎 他剛在幹嘛 他剛在幹嘛 我也想要變強 那你需要不同的靈魂石 隨時都可以找我們拿 我也會幫你們釋放潛能 可是我沒辦法藏回來 對我只是意外闖回這個地方 蛤什麼 作為反而我會讓你們隨時更進入土 無人商店 只要帶足夠的魔力礦石 你們應該就可以抽到所需要的靈魂石 哇這句話 這句話不知道可以賺多少錢 怎麼樣你就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還不錯耶 這遊戲覺得還不錯 除了這個 就等於是 我之前玩心鐵的那種RO版嘛 反正就抽嘛對不對 我不想抽任何變強勁 我喜歡你的風格 今天拿到靈魂石武器 一定要記得來找 他絕對能幫助你們 雖然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真的能找到 好啦 再看一下 從事從我買給我那個很難找到 我言之請你們守護承諾 絕對不能跟你們提到我的事情 全職分最職的信賴的人 他叫做賴赫尼爾 對了我有件事很好奇 這個多這個時間了 抱歉我先請趕快離開 喔好吧 被那個的 被打斷了 感覺應該是下一個主線 可能要幹嘛幹嘛的再說 你都可以通過身後那個傳說門回來這裡 那麼之後再見了 我還沒有要走 我還沒有要走 年輕人 你說什麼 還有突然想看一下 沒什麼 感覺怪怪的 突然有FEW了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了 有些事 唉算了 你就講嘛 超煩的 欸不是 其實這 說不定根本就沒什麼 然後直到等到未來有什麼之後 他就會 再回 啊早就跟你說了 沒什麼的話這件事情就什麼都沒有了 下達我了 恭喜喵友的卡普達夫 你們現在可以前往 土人商店 那裡是哪裡 好不管是哪裡 你們都可以前往 你們想去的時候隨時再告訴我 這有奇怪的味道 鼻子好痛 他剛剛怎麼了 誒 我剛剛沒有看劇情 直接給他跳過去 好啦 那我們就走吧 土人商店在他之後 找到了費歐利亞 找到哈爾蘇 我們終於又開了一個主要的任務了 上次抽 哇靠還不錯 RO的力會 真的蠻棒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土人商店 走吧走吧走吧 我們就把錢全部抽光 這個是怎樣 為什麼南角變這樣子 這很明顯的嗎 就是要抽了 好啦 抽到底吧 也不管怎麼樣啊 先抽再說 不要想太多 也不 說不定其他角色會更香 只不過都沒有東西可以看 沒有數據可以看 有點可惜 再稍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我們還沒有抽到網卡之前 我們都不動 我們都不跳 我就看有沒有機會 誒這邊有個驚人誒 啊可是不是驚人敲對不對 該不會要驚人敲 才會是出驚吧 新的 給我新人 哎呀 這個是 納起 SR 只有SR誒 可是我忘記看機會了 好啦沒關係 直接抽到底吧 很像 好啦直接跳過好了 看起來很像沒有 有沒有機會 這個是 等一下 我剛剛只抽到一顆耶 這個是我們的盜賊嘛 對不對 一次抽到十顆耶 我剛剛抽到一顆SR 是不是超衰的意思啊 再等一下 跳過動畫 走吧 再開 25 SR 25顆 菲歐莉亞 欸 25顆是很多意思 而且都是SR 這樣講的話 那個一顆也太衰了吧 我現在只有幾分嘛 怎麼會從幾分開始 竟然不是普隆德拉 怎麼又是你 我要的是新的 不對不對 你這個機率怎麼樣 太爛了吧 看一下 我們的幾分抽獎 有耶 剛剛那一顆超衰耶 幹不是 一顆太衰25顆比較香 所以最多的話是 只能抽到這幾隻啦 我們再怎麼樣 很像只有這六隻而已 所以說 對 這也是抽這六隻 這邊也是六隻 這邊也是六隻 所以職業應該不重要 重要的是角色 對 重要的是角色 好啦 這邊就把它抽完吧 我們來看 就差不多了 玩到這裡也差不多半個小時耶 我的天啊 然後主要我們等一下組一下四人團 然後走出去打一下怪 看一下四個人會有多嗨 我才一張 欸不要啦 有沒有這麼衰 抽到底抽到底 這邊很像有點硬耶 我突然覺得這個抽卡 所以基本上應該抽不到靈魂武器啦 應該沒那麼香 所以繼續抽繼續抽 繼續抽 繼續抽 不停 看有沒有機會把第四個人抽出來 這樣看起來應該還沒有辦法 是不是要30張才可以抽抽一個 我剛剛只抽出25張而已 廢有力啊 才一個 擁有數量2 超虧 欸 好可怕 這感覺抽起來也是 不把錢當錢耶 有一個新角色 卡納 感覺也是個妹子 是嗎 是嗎 其實有可能是棒子 再等一下 跳過 完蛋了都一張而已耶 就這樣 關閉 沒得抽耶 這只有六個角色嘛 然後這樣看不到 有那個耶 五娘 這個是弓箭手 這弓箭手也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抽到土人 然後呢 這邊不行 我們主選單 英雄 背包 招募英雄後於土人商店開放 那我這樣要怎麼開放 兌換 我可以把不要的給他變成這個 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吧 然後要這麼多才可以保底 哇靠 終究是個手機課金遊戲 終究是個手機課金遊戲 這個也還不行 都沒有辦法 買的那個券可以來這裡而已 我來看看我要怎麼把那個角色給他叫出來 不然的話這也太那個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英雄 第四個隊伍 卡片不行 卡片是我們那個卡片嘛對不對 我該不會這樣子開不了吧 不是吧 都抽完了耶 潛力激發 潛力不足 要30片 30片我才能激發 來這邊等我一下 我去看一下我這邊還夠不夠 然後第二次激發要到60片 然後可以再加那麼多 哇靠 等一下這個遊戲很像真的有點可怕耶 我的天 除了立會很香以外 好我剛剛看了一下 對 這個很像只是靈魂石而已 如果我要招募英雄的話 很像我必須要完成 主要是解任務耶 我必須要解任務才可以完成一般的合約 然後才可以找到英雄 就像我剛剛玩盜賊一樣 所以代表說我的主線找完了 菲歐莉亞應該就要出現了 然後還有什麼英雄任務也是指定英雄 然後再來什麼 還有活動期間的英雄召集 那個才可以拿到英雄 而不是說從剛剛的靈魂石那邊抽英雄而已 哇靠不是吧 這個遊戲這麼殘忍喔 所以反而土人召喚的話 只是強化你要的角色而已 如果你這一隊已經夠強 你就只要抽你那邊的就好 所以只要 如果你都是同一個層的話會比較舒服 如果你都不同層的話抽起來應該會比較痛苦 那我們今天有辦法把我們的菲歐莉亞拿到嗎 這應該就是主線任務吧 讓我們這邊稍微的瞄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英雄召集 啊對啦 這個才是重點啦 英雄召集的任務 每個帳號限制購買一次 這個就可以拿到他的合約 就這樣 這是目前開放的 剩下的話應該就是要解任務 解任務的話應該會拿到英雄 應該這是我目前的理解 其實這個線上已經有蠻多版的 我剛剛查了一下 是不是他有Steam版 然後現在才出了手機版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菲歐莉亞 菲歐莉亞這什麼職業 我剛剛以為他是弓箭手 我剛剛直接跳過 我現在只是想要拿著拿他而已 欸拜託 可不可以拿到他 他說又要回去嘛對不對 來吧等我一下 我們直接跳回去 好我們這邊回來了 好啦我們不看屈型了啦 我們直接用跳的吧 看有沒有機會把他衝一下 我現在只是想要衝到第四個角色 把他當成單機再玩 應該可以吧 然後這個角色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這個職業 剛剛那個菲歐莉亞 很像是賢者吧對不對 卡普拉秀玲 美惠 這應該不會都是任務可以解到的吧 有這麼多 這就是剛主線就可以解到很多很多地方了吧 我們再看看要花多少時間還可以解到 感覺就差一個 然後我後面那個是怎樣 而且我後面的角色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這樣有點仙劍其他傳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站姿 卡普拉優惠券 十二等升十三等 幾分洞穴 還沒喔 這麼久喔 真的假的 這個是我們一開始遇到的那位嘛對不對 然後之後加入我們 所以我們要到這裡 應該解完這裡才會拿到吧對不對 幾分洞穴 幾分洞穴 幾分洞穴我記得是獸人 是嗎 反正絕對不是有蘑菇的地方 對他不太一樣 劇情不太一樣 唉唷 還是說是商人 然後那個菲歐莉亞 沒有啊商人沒有出現在這裡啊 好啦一樣Auto 還蠻快的啦 基本上在這裡很像什麼事都不用做 現在很像還不會遇到自己很難的敵人 通常應該都是玩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才會 叫你課金或是叫你開始解美日 開始乾 然後前面的話就是花點時間這樣子 跳過 四元裂縫等一下才剛講完而已 我總覺得很像已經解不到第四個角色了耶 四元裂縫我覺得也是電腦很後期的版本的嘛 這個地圖 不知道這一點都是非常復古的味道 等一下 這個角色我現在打得死嗎 這很明顯 兩個這個 這個職業的角色真的可以嗎 前所未有的魔物 好啦我們打完這個魔物我們就來結束他嗎 鋼板想說看到最後啊 但是看起來還有一段故事要走啊 好啦不管怎麼樣 如果我看他的觀看還有的話呢 我們就來繼續默默的給他下去 這最好能打啊 這是夢魘吧 我記得沒錯 表情不太友善 好啦我們就手動打一下 通常過是他過來兩下我們就死掉了 這最好是能夠正常能打的 齊心協力就不太會輸 那我可憐看下來 然後防禦 欸他只能一次放一個範圍內的夥伴不是嗎 我覺得他那個怪怪的 蚯蚓 中毒 睡眠 他睡得著嗎 不行他根本就睡不著 冰凍能冰他嗎 好不行不用不用不用 沒事沒事他沒像想像中那麼強 裂縫戰鬥可以挑戰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 欸不行 不能挑戰下一階嗎 離開次元裂縫 就這樣喔 這也是個美日吧 感覺就是個美日副本 卡納真棒 這個弓箭手真香 剛發什麼事跟你的能力有關 好啦挑過 等於是教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是用美日可以打 欸沒有 次元邊界啊有了有了 今天這個主線任務就是要解次元邊界啦 OK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喔唷等一下這什麼東西 8點將與各位暴險者見面 二小玄 這應該是直播吧對不對 好啦今天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留言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邊一個讚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 課金起來很像也是絕不手軟的就對了 那我是絕不揮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2 2 3 3 4 3 4 4 4 7